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觉不一样 有时候你们大家也不说 好像鞋子也是鞋子 我要不涂个指甲吧 那个涂了到底那个指甲 能带给自己多少快乐 或者是觉得 别人觉得这个指甲油多美 其实也没想那么严重 指甲油对孩子的发育不好 就是它太小嘛 它还长嘛 那个指甲油它堵塞毛骨 就是怕影响孩子有说过敏 它对指甲不好 我觉得对心性上倒也不怕的 就算对美的那个定义 不一样 孩子们很崇敬的 其实就算化了 其实我们也要打破这些 就是这个对美的定义 认知啊 或者是说我们就 树面朝天是不是就是这样好呢 或者是 其实当然是最重要的是 你的身心 你的自信啊 你内在的那种心灵的归宿感啊 你的安心啊 安住啊 你的淡定啊 你对一件事情 你的智慧的处理啊 这种美是人格的魅力了 是吧 那种美超越了一些 外在的皮 皮 皮笑 外在的相的美 是吧 但这个事需要长时间的修裂啊 或者去做 但是有些的孩子们说 去打扮一下摩根明 我觉得也没啥 是吧 我觉得也很正常啊 只有它有正确的态度 它不是说 我今天不化妆 已经不能介入了 那就得教育了 它可以介入 它说我化了也可以介入 不化也可以 那我觉得就很正常 它可以今天化 可以不化 你看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 都像我这样 那就不行 那肯定的化 就像人家都得化的 那是代表一个国家 他的穿得很整齐啊 是吗 那一个 我是一个佛学的老师 那肯定说 首先是破大家这个像的 因为你看 微信上 或者是微博 就是包括微信上 大家每天看的电影 视频 微信 微博 太多的美女帅哥了 是吧 是吧 所以我就不凑数了嘛 是吧 因为大家就太多的 画的都是很啊 就是 那张脸上 我感觉到千一五分 没有缺陷 就是弄得 那个眼睛 要多大 有多大 就是那个眉啊 永远是 就是 它一定是做到 好尽量的完美 所以我觉得你们太缺少看有缺陷的脸了 所以我就 我就来个有缺陷 是吧 那很多女孩子觉得不化妆已经不能上视频了 不化妆不法见朋友了 不化妆觉得自己不够自信了 那这个化妆就需要教育了 但是如果她觉得 她化了也行 不化也行 那我觉得很正常 嗯 莫名的恐惧 你怎么办 是在做事的时候 还是平时睡觉的时候 还是一个人呆着的时候 嗯 还是 某一个时间段的 嗯 做事会啊 嗯 就是怕失去呗 怕失去自由 或者因为恐惧是来自于 肯定是来自于一些 比如说我们生生世世 有时候无形中会会有一些障碍 就心理障碍 对你来说 我觉得是怕失去 比如失去爱啊 失去 啊 失去自由 嗯 这些 我听过胡云茂 这些东西 胡云茂他说 呃 外在很强的女人 嗯 很强势的 嗯 她就一个原因 就是内戒的恐惧 嗯 所以她外在要强 嗯 那就是她对 呃 但是侯爷们有侯爷们的角度啊 但是我认为呢 就是 这外在的强 到底什么叫强 什么一个女人算强 什么算不强 我觉得这个世界 最强大的是水 我一直认为水流是最强大 因为它最柔软 是吧 它柔的无形无相的 你看地球上有个氛氛 它就能进去 是吧 而且任何一个地方 它都能可能渗透 是吧 是吧 我们对很多东西 我们对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去说话 就是会去 去评价这个世界 都行 我们什么 说这个杯子漂亮不漂亮 好不好开 或者是什么 但是这个定义是很 就是定义啊 就是我们去 怎么样去定义这个 你一旦产生了定义 对一个东西 它就留下痕迹了 它对你的身心合计啊 这就是修炼 修炼我们就经常 嗯 据个例子啊 就是 在我们特别的 修炼的过程中 大家都破情欲嘛 因为这个情欲是 困扰大家的 整个在 解脱人道的过程中 我们是欲解天嘛 那破情欲 到最后 对这个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这个 最后破了这个 性欲啊 或者情欲啊 情欲这块 他指的男女之欲啊 他不是说亲情有情啊 他是男女之欲 那破完以后 最后的 破到什么程度 算是破了 就是说没有 说我已经 看见帅哥 靓女不动心了 或者是我没有 新的需求了 或者是什么 就是到最后 没有痕迹 就是没有痕迹是什么 你看见 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在一起的时候 你没有产生 这有邪影的痕迹 就是说 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 就像你现在 假如我们坐在这 看见两只蚂蚁 在那交配 然后生了个懒 产生个懒 你觉得那是邪影吗 你会看见 两个蚂蚁 在那交配 生下个懒 你觉得那是邪影吗 但为什么 你看见一个男人 跟女人在一起 生下个孩子 你就觉得 休息人 尤其休息人 觉得这里边 有邪影的东西呢 有肉欲的 邪影的东西呢 告诉我 那个邪影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心性上的 最后的痕迹是 看这个世界的男女 看这个世界的男女 甚至我们的传宠阶代 甚至男女在一起 回归到赤子之心 根本就没有痕迹 都不知道那叫邪影 这就是 你的心影彻底消失了 没有痕迹 你对美 你要定义 你对你的女孩子说 她涂口红就是 有问题 或者是什么 或者涂指甲就是 很刺眼 在你的眼里很刺眼 你其实已经定义了 你要绝照我们自己了 当然说 孩子要教育 当然是 孩子还是要教育的 有时候孩子 现在的女孩子 确实这个打败比较 真的女孩子就是 假假的 就是很多女孩子 就是不敢 没有自信了 不打败 真的不敢出来戒人 就是 因为她觉得 照着镜子 她觉得这张脸 是她满意的 她一定要抹到 就是脸上 一个痘痘也没有 一个皱纹也没有 的时候 她才敢出来 戒客人 慢慢时间久了 她就没自信了 她觉得今天没化妆 不敢戒 包括男孩子都是 很多你看男明星 今天我没有化妆 都不敢戒 这个就有点 不太 就是 就是这个就困扰她了 这件事情 但每个孩子 每个人都会成长的 我们也 这个人这一段时间 这些事情困扰她 可能下一段时间 这件事就不再困扰她了 就看清楚 自己在成长 别人也在成长 其实打扮这件事 我也有女孩子 我甚至顺她口红 男人 她当然上大学了 她小时候 她告诉我顺她口红 我还顺她迷笔 就是 但是我会 但是我告诉她 我说那个口红 这个迷笔 你要注意她们的质量 虽然钱不贵 但是她话多了 对你皮肤不好 就是她的质量 说是好的 可以是天然的 其实是不是天然的 我真不知道 因为里面掺了 肯定防腐 这什么东西 那不可能 你想一个东西 放很久 不会坏 是不是里面 都掺点东西 是吧 我就说 她用久了 对皮肤会有影响 是吧 你还小嘛 就是说你的皮肤 你还在发育 是吧 你不要依赖 这个化妆来去增加 你的自信 就告诉她 就行了 她就 这个孩子 但是我觉得 还有一次 小女孩 她化妆 老出来 接着也是化的 不化 化的其实不好 我觉得她的技术 那个眉毛 永远是一个 高一个体化 那我就是 一个黑 一个不黑 我一直告诉她 我说你的眉毛 化得最差了 就是你能不能 把你的眉毛 化好再出来 我会跟她交流 这个 有一天 就是就今年 就过年 我觉得她会 眉毛化好了 因为化眉毛 需要很大的耐心 她没耐心 她就化 要么就是前边 后边 就是 我发现这个化眉毛 还真的培养了她 耐心 她很认真地 慢慢地 我老说 她这个眉毛化不好 我说你哪天 要把那眉毛化好了 叫妈妈看看 她每天化不好 终于一天 她化好了 那不是熟了 是她慢了 我觉得她 她化得这么慢了 她都不那么急躁了 就是每一件事 当一个大人 当我们父母心里边 对每件事 都可开了 开明 那种开明 不是你接纳孩子 一定要这样 是你不留痕迹 你没有什么那些东西 是对的 错的 高的 低的 贵的 贱的 你要是这样 你很开阔嘛 你活得很开阔 是不是 孩子就会 你就会影响到她 你怎么说 你的个性里边的那些东西 你站在那就影响她 根本就不用说 就告诉她 我也会说 就是 我顺她 没问题 那很多孩子说 她也影响学习 拿手机 玩手机 玩微信 影响 我也告诉她 那影响学习 那也影响皮肤 但她还是影响 是吧 我告诉她 我说我告诉你了 你还是影响了 但是尽量的 一定要学会自律 你有天 一定要学会自律 就能够控制自己的 就是在学校里边 你 因为你要学习嘛 是吧 你还是学生嘛 那你 你玩不成作业 你自己也不对啊 老师会说你的 不是你妈说 你是老师说你 那么你就要在微信里 你又要玩微信 你又要想化妆 是吧 你要起来化妆 你还又要做很多事 是吧 第一是你的经济 怎么安排 然后你的 你的时间怎么安排 是吧 你要把这些和谐的 安排在你的生活里 而互相不冲突 这个就是智慧 这个就是你的成长 你成长必须的功课 就是当你把你的欲望 就是化妆跟 因为学校里边 是没给她放化妆 跟那个什么 比如说玩微信 刷微信缺啊 什么玩抖音啊 什么这些 这些时间 不是在学校课程里的嘛 是吧 这是你的业余爱好嘛 你玩了嘛 你就是喜欢嘛 就是放纵一下 自己的一些小欲望嘛 这个也不会带来 什么大的 那这些小欲望 怎么跟她的 正规的 你要考试 你要学习功课 怎么和谐的结合 是吧 你不能光顾了这个 把那个放了 或者光顾了那个 你不会生活了 是吧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孩子要学的 而不是强迫她 把那个手机认了 你今天考试 你没考好 不是那样的 是 当她考试没考好的时候 告诉她 你的时间安排的不好 是吧 你在玩手机的时候 把大量的时间玩手机了 没有去 学习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你今天没考好 是不是 你告诉她这些 让她智慧地去安排这些事 她可以 甚至她可以去打球 她可以甚至 甚至在她的学习 很紧张的时候 高考的 或者她都可以去抽出时间 去玩她想要的 想做的事情 你知道这会影响她一生的 这个智慧的安排会影响 你知道我们也想随行所有的 我们现在是 大家都哪个不想 你要是想去看看电影 是吧 老师说打坐 打坐 一个三小时 你说我能不能靠地 回来打坐 你也想嘛 是不是 我是举例啊 甚至你会想谈恋 或者是去 谁能来坐 是吧 佛菩萨能拉住你 你才拉不住呢 是吧 你也不是欲望 你偷偷地就去了 是吧 明知道佛菩萨就在旁边看着 然后你还是去玩了 是不是 那个 是吧 孩子们是一样的吧 只是合理的安排时间 你没有误想工作 你去玩 没有耽搁了工作 就行 合理地安排你的时间 把你的欲望 你的欲望的满足 习气的爱好 还有你的正规的 必须要做的事 因为必须工作是要养家的 是将来你 安身利民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的一个能力 你必须列的那些东西 必须做的 还有你想做的 怎么完美的结合 这个孩子要学很多年 知道吧 可能这个 你交给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不断地完善 不断地完善 处理这些问题 这是个智慧来的 需要不断地训练 训练孩子 而且孩子的 不断地学会自律能力 就是能够克制住自己 自己 这一刻 有做也要做 还没玩车 特别想去 看手机的时候 你应该是告诉他 你看 你就这样子 手机在这款 你不是写出来 嘻嘻哩响了 拿起来 放下 再写 拿起来 放下 就要一次一次一次 这就是训练 因为他会想 但是你不要认为 他是错的 你要告诉他 怎么去做 你不要说 不能看手机 把手机没收了 我觉得没啥意义 你就把手机放在这 说孩子 你去写作业 写完就可以看 但是呢 孩子写 就这样的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这 然后翻过来 说写完 说孩子 你这个能力 你看你学 这叫自律能力 你写作业的时候 写了两道题 心里 心里面隐隐地犯了 想拿手机的时候 你的手放到手机上 拿起来的时候 要学会再放下 拿起来 要学会放下 你就每天训练一百次 慢慢支持你 你训练 你将来会成为 一个很厉害的人 因为能够战胜自己 欲望的人 是最厉害的 知道吧 征服世界容易 征服自己难嘛 那就要征服自己 让孩子去训练 你就这样子让他训练 拿起来放下 一定要孩子 他拿了放下 他有成就感了 你知道吗 你直接没收 不行 但有些孩子 管不住 拿了 你就说你这样修炼 最重要的是 父母要做到 你看电视 离戏剧的时候 不是也不睡 追剧追到 追到 四五点才睡 是吧 你要能做到 拿起放下 拿起放下 你能干干脆碎的 孩子一定向你 你都做不到 是吧 当然说 你就算这样去教育 也不代表 你的孩子会学会 是吧 你的孩子很有可能 还是不爱你的做 是吧 那但是你要说 你要去这样 按你的方法去做 去教育 但是孩子可能 永远不会按照 你说的做 也许有的孩子 你说都他偏潮心 没关系 祝福你的孩子吧 他有他的命运 是吧 不要把你的 你强加给 说一定要让他 战胜自己 征服世界 难 再征服自己 自己也不用征服了 随便吧 为什么要征服世界 征服自己 是吧 但是告诉他 随心所欲的后果 很严重 因为人的你的欲望 是永无止境的 随心所欲 你养成这个习惯 你就是 你今天喜欢苹果 明天你就会喜欢梨 那个苹果怎么办 知道吧 你今天爱上一个姑娘 你结婚了 明天你不想要这个姑娘 你又喜欢另一个姑娘 你怎么办 是吧 苹果可以不吃 那个人 你喜欢的那个东西 可以扔了 但是人是不能的 情感 在对待物质东西的时候 还有对待人力的情感的时候 是两码事 知道吧 你不能随心所欲 是吧 这就分开了 分开教育了 当对待爱情的时候 对待亲情的时候 对待友情 你孩子应该列成什么样子 是吧 你要教育孩子 对待爱情 你不能就像 今天喜欢苹果 明天喜欢梨 你这样是不行的 那个苹果会很伤心的 是吧 你不能喜欢苹果了 明天喜欢梨了 是吧 你高兴了 苹果伤心 所以这个事 但是对物质 你可以拿起方向 可以拿起方向 可以无数次的学者 是吧 你可以改变你的喜好 今天喜欢古琴 明天可以喜欢古增 后天喜欢琵琶 没问题啊 是吧 但是人不可以 是吧 因为人会伤害到那个人 因为同意会受伤嘛 等于 自己的学者 是吧 我可以拿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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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